有美国国会参议员多德在这个星期提出的立法可能会导致金融机构运作的方式大幅改变 民主党人多德是参议院银行委员会的主席 他表示该提案扩大了联邦储备委员会在监管大型金融机构方面的功能 并且将创建一个新的消费者权益的保护机构 参面是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国会民主党人正在积极推动他们所说的自经济大萧条以来 规模最大的金融改革 提出这项议案的多德参议员说 金融机构的坍塌导致美国一些大公司随后的倒闭和被输买 这充分显示目前的监管制度的不完善 我们了解到我们之所以处于目前的状况 是因为我们不是没有规章 就是我们现在的规章没有发挥作用 多德表示金融机构的失败 使美国的中产阶级受到了最严重的伤害 受到最严重伤害的是 数以百万计的无辜的美国家庭 我们几乎失去了840万份工作 失业率目前接近两位数字 为了防止未来危机 多德参议员提出扩大美联储的权限 除了赋予其限制机构风险的权利以外 提案还给予美联储将那些认为富可敌国的大型金融机构 进行拆散重组的权利 提案还建议成立一个新的消费者保护机构 有该机构批准和监管金融产品 不过也有人对此方案是怀疑态度 波士顿大学法学院的赫里教授说 这样做投资银行家们和金融产品的设计者们 仍然有能力突围创造出一些 没有人能弄得懂的产品 银行方面的游说团体则辩解说 该议案会伤害美国家庭和企业的利益 因为它将会迫使银行紧缩信贷 不过布鲁金斯学会的银行专家埃里奥特认为 该提案的优点是能够增强金融安全 清理这场危机的代价是很高的 我们需要更大程度的安全 哪怕这样做会使信贷稍微昂贵一些 共和党参议员克克尔参与了谈判破裂前的两党磋商 他表示该计划在参议院将会面临激烈的争执 共和党人的共识是新的消费者权益监管机构 在禁止金融产品方面权限过大 奥巴马总统星期一发表声明说 他将与多德参议员合作 击败任何企图挫败该项提案的努力 多德承诺在今年促使这项新议案在国会通过 美国之音电视报道